欢迎收看真爱来Date 想要找到理想中的另一半 就要勇敢来约会 那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男女主角 都要迈向三十大关 在事业上他们很清楚 自己喜欢什么 那么在感情上 他们现在也很清楚 自己不想要什么 那么到底在今天 有没有机会遇到 他们真正想要的那另一半呢 马上来看看今天的约会 我们首先进行是男女主角 自我介绍先请女主角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千燕 然后之前是记者主播 现在是地产节目的主持人 然后今年二十九岁 双鱼座 OK 是一个很美妙的年纪 这个有一点点熟 但是一点都没有那么的熟 OK 好 男主角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Steam 然后我今年二十八岁 然后我是一名健身教练 然后也是健身房的老板 然后身高是一八二 二十八岁当老板了 很不错 好 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 命运设计系主任简少年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简少年 很开心今天在这里 来看青春的这个配对 真的 很青春 好 我先来问一下 我们第一个人是 面对面的真心话 我来发问 两个人就真心回答 好 我首先问千燕 你总共谈过三段恋爱 那其中有一段 你说男朋友对你非常非常糟糕 有多糟 因为当时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然后就是刨新闻的时候认识的 那就是刚出社会 所以社会经验比较不足 所以加上我可能本身单亲家庭 所以在个性上 本来就比较独立 然后他好像就是有一次我感冒 他隔天就是去弄一碗超伤的那种 加个热水的那种汤给我喝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贴心 就超伤那种是不是 对 我比较热 电影服务那种 对 然后可能吃饭会接我之类的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 好贴心 就是怎么样做都觉得好贴心 然后但是后来 其实我那一段半年就分了 主要是因为中间发生很多事情是 像是我们去海边玩 回来一定是全身都是沙子 黑水什么的 然后要洗衣服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你裤子很脏 你自己到底去洗 然后那时候刚好有生病 一些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然后他还把就是我个人的隐私 在我们的共同好友圈说 然后讨论这样子 这很不OK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蛮受伤 因为后来是因为他的朋友看不下去 所以就提醒我说 就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圈子 有一些应酬的场合 有一些应酬文化 就是说 譬如说倒一杯酒 然后下面可能放钱 就是颁奖什么红包那种 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出来 跑新闻的时候 个性就蛮重的 所以就是 就是为了要跟大家认识 然后他就是 不会喝喔 没有 不要这样子 笑啄 对 然后他就一直说 可以啊 他可以喝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隔天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 他就说你昨天拿那么多红包 今天一大利面给你请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是分手之后更可怕 因为明明才交往半年 结果真的是后面搞了一年半多 对 后来还为此就是上法庭这样 上法庭 就往半年为什么上法庭 因为简单来说就是 这半年就是后来他就 分手也不是我提的 是他自己说 突然某一天就说 你不要来找我了 然后就手机不接 各种就是消失这样 那后来 在半年之后呢 这中间他只要 譬如说喝醉还是心情不好 就会打电话来骂我 对 然后后来就把他手机电话封锁之类 那有一次是 我带我妈出国廉价的时候 然后他就突然又敲我的粉丝专业 然后就说 很抱歉对你过去那么的不好 然后现在可不可以弥补 补偿你这样子 然后要买一个什么精品手表给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都不用 那拒绝他之后我也跟他说 你就是都不要再打扰我之类的 结果没有想到他就是 自己汇钱到我的户头来 对 干嘛这样 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后来因为出国带家人 你又自助旅行 所以其实很忙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这些细节 那回国之后呢 我才发现说他就是 就跟我说现在是怎样 拿了钱之后不复合是不是 虽然这是复合费就对 复合费 对 然后 这下单是不是 汇钱过去 你要跟我合好 不然要退货 退费 对 就很 这也蛮妙的 然后后来不只这样 他还在网路上面攻击我 因为就是各种散布一些谣言 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 毕竟因为是电视台工作 所以对形象还有就是 名誉其实很受伤 然后后来他又去 某一天又接到那个 法院的船票 就是说要去开庭 开民事庭 他告我债务清偿 就是说我欠他钱不还 什么钱就刚刚那个复合费 对 复合费 然后后来就是 他还蛮闲的 然后后来我当然就是 付了所有的对话记录 就是上去 然后又为此去开了庭这样 然后前前后光开庭 又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还要找律师干嘛 就是很烦 那最后的结果是 就不起诉 因为是他自己会到我这边来 所以我是不起诉 就盼不用还他这样 对 所以就为了半年的时间 就搞后面这么多事情 所以其实某种时候 遇到一种恐怖情人 就蛮可怕的 好 Steam你也曾经跟恐怖情人交往过 也有阴影 对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恐怖情人 比他还恐怖 比他还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认识他的时候 还不知道他这么可怕 然后是在一起之后才发现 他的占有欲是非常强的 就有一次只是一个 以前的高中同学秘国说 最近好不好 然后慰问一下这样子 结果他就觉得 我们两个有暧昧的行为 结果就当时要自杀 对 那时候他就直接是 站在那个阳台上面 就是要跳下去 那我当下就是人生跑马灯 应该有忧郁症 真的是人生跑马灯 就是会觉得 一段感情要闹出人命 不用这样子吧 然后我去拉他的时候 他还就是把我抓到都流血这样子 然后甚至还会拿美工刀 就是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然后不然就是有好几次吵架 他就会把自己灌醉 然后跑到大马路上 然后要给车子撞这样子 他都用很激进的方式表达 对 所以当下其实是蛮忐忑的 对 我会想问 会不会你给他真的没有安全感 还是你跟女生 太多女性友人他没有安全感 不然他怎么会变那么激进 也没有 当时也就是 我手机也是都会给他看 讯息也会给他看 其实都是蛮正常的 对 所以你觉得 通常说这么大的反应 你自己认为呢 自己认为他可能比较 就是占有欲很强 然后在感情上没有这么 我觉得没有那么稳定 对 可能那时候才大学 大家还比较小 你也大学 他也大学 对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一点点 OK 那后来怎么分手的 怎么分手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这样子他的不安全感 其实让这整段的感情 还蛮不开心的 那到一年后我就跟他提分手 那他应该受不了 对 他当然受不了 他每天到我家楼下大哭大闹 然后喊我的名字 这样喊 整个社区该知道你的名字 对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 然后请他同学把他带回去 然后大概一个多月后才摆脱他 OK 对 然后从此之后就对 就是恐怖情人有一点阴影 而希望找的对象是 不要占有力那么强 对 不要这么没有安全感的 要独立一点 所以你现在每一段感情 都没有超过两年 跟这个有关吗 嗯 可能有关系 那大多数是因为可能生活方式 跟生活的感觉是不 就是遇到的对象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 就是早起 然后每天都蛮规律的 因为我自己是金牛座 然后又很喜欢健身 然后甚至还有去规划说 以后要去比赛 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身体锻炼 其实是很就很自律的 对对对我是一个自律的人 那之前有交往过一段恋情是 他是夜店的舞者 所以就是整个日夜颠倒 但当时就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 然后就在一起了 可是到后面才发现 哇这个日夜颠倒其实是 就是长久下来其实是 心里是很受不了的 对身体啊精神上啊 我在可能对于我的工作 我可能晚上我还去接他 或是等到他凌晨才下班 可是我早上八点我就要去教课 总不能看到 让学生看到我的状态是 挂着黑眼圈的 然后去教他们 对啊 所以 就是时间也没有到很久 然后我就选择分开这样子 OK 好 所以人都在恋爱当中 慢慢的这个发现自己 需要什么 是 好 所以你还发现 这个作息跟你差很多的 可能不OK 是 那你也发现如果女生 对未来没有太多计划的人 你也不OK 对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有计划的人 对 我会希望每年都让自己进步 对 尤其是快三十了 快想要 以后想要有个家 想要一个稳定的感觉 对 那我希望 以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可能存款 自己的事业 是要一直蒸蒸日上的 是要一直越来越好的 所以我会希望 另一半也有这种 就是这种心态 是可以一起进步的 对 因为之前遇到一位 就是也是某一任女友 然后她的想法就会比较在 就是我只要恋爱就好了 其他我都不需要 我只有爱情就好 对 那 那这个过程中其实蛮 就刚开始大家都很好 但到后面我会觉得 我回头看自己 我怎么还在原地踏步的感觉 对 我这两年 我到底得到了什么 虽然我可能每天都活在爱里面 但是我回头看会觉得 我自己没有进步 我的证照没有去考 我的存款可能没有变多 会觉得好像停滞了 对 OK 好 总之就是恋爱可能 有分阶段的啦 初期 中期 后期 都有些转变 好 秦燕你说 曾经有个男生说要追你 但什么都没有做 这种人就要是搞暧昧吗 你不喜欢 我觉得有时候 不是搞暧昧 是有点像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 就是可能会说 就是在场合 一个场合碰到 然后他就会说 可能请朋友问说 现在是不是单身啊什么的 就是会让朋友圈子要说 他是要追我的这样 那我其实是个很大方的人 我会就说谢谢啊 什么什么 就是大概 还是可以认识一下 对 那有一次是 他自己主动约我吃饭 然后我就觉得OK 就当作认识朋友也OK 对 就总不要就是 就是这样有点尴尬 而且又有共同朋友这样 那吃饭完之后 那个这样是我 出的 对 然后结束之后 我要叫车 那就是他也直接 报上他家的地址 对 就是要我一起 送他回去的意思 对 就不太男人 对 然后就是那一次结束之后 当然他也是有问我说 那就是下一次 还有什么时候 可以再有机会再出来吃饭 多认识你一点这样 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男生怪怪的 说要追你怎么 好像没有什么诚意 对 不然就是有碰过那种 就是说因为他对我也是有好感 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 就认识一下这个人 但是有几次可能敲他 他特别挽回之类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我就是最近比较忙 我就说我想说男生要追 不是会主动一点吗 然后他就说我最近工作太忙了 等我忙完再追你 之类 那就是随便讲讲的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 到底有多少故事啊 然后他就是在朋友的聚会碰到 那也是第一次见面 那那个唱歌的聚会结束之后 因为大家他就先 有事就先提前离开 那大家分摊完一个人 是一千四百块这样 结果后来隔了三个月之后 他突然敲我的就是账号 然后就说我觉得你可以 我希望可以多认识你一点 我就说怎么那么突然 他说因为我有在看你的 限动啊什么的 我觉得你不是个怪人 我就说那怎么样才叫 不是个怪人 他就说因为你也没有 跟我要钱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跟他要钱 因为一个人一千四 对啊他自己先离开 他就没有付 对啊那一次是我 也是我付的 对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就是 他才奇怪 他没有主动说要还你 对 对 然后我就说 一千四就可以 如果买你的人格 我觉得蛮划算的这样 OK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那你账号给我 我就OK我给他账号 他就汇了一千五百二十块来 然后我想说 怎么不是一千四吗 怎么多了这样 他就说剩下是利息 那接下来就是你有空吗 我就可以吃个饭这样 OK 然后我就想说 一五二零什么意思啊 我就截图 然后给我姐妹说 这很瞎 然后姐妹就说 三千也是笨蛋吗 他在示好 就是他为了一五二零 我就说真的要通灵 才知道他在 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喜欢 有点太怪了 对 所以这个话没有给他机会 就是一读不回啊 但就是说以上的 比较瞎一点的 还有也有蛮可爱的 就是有一个男生 就是他跟我说 桃园之前有一艘船 然后他就是搁浅 所以变成一个网美拍照景点 他说我带你去拍照 然后说好啊 然后那是我们第一次出去 那结果去的时候 因为拍照的地方 离停车的地方 要走很长一段路 他就说今天太阳就是很大 我们不要那么辛苦 我们就我开近一点 我们再去那边 结果他 我不知道男生的车子 是有什么四轮船动 才可以进沙滩还是什么 就直接丟车你知道吗 丟车 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是 早上十点多 然后我那一天想说 要拍网美照穿的 你知道海边风 就是你知道度假风 很漂亮这样 我就开始上网查说 叼车怎么办 然后就说什么 要用木板啊 然后我就飘飘亮 那穿裙子 然后跪在地上那边挖沙 然后就帮他想办法 然后他就边打电话 给他朋友说怎么办 就他朋友也就是说 在忙啦 没空这样 因为远在桃园这样 然后后来到傍晚的时候 你知道夜色越来越黑 人都走光了 然后那个海浪一直拍上来 然后车子还在那里 我们还在救车 对 很恐怖 然后我就说这不行 我就打电话搜寻什么 就是紧急救援之类的 然后就来了两个少年 然后 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他们想要干嘛也没办法 他就帮我们把车拖上来之后 就跟我们说要八千 八千 对 也没办法 你也只能给人家 不然你知道那地方很恐怖 结果刚好这个男生身上 他就是去海边 他就只有带信用卡 现金也不够 所以我们又开上来之后 我又去领钱又给了八千 对 这个之后有归还吧 有 他马上只要到那个 回去拿那个 有 他立刻用手机转账给我 对 好 其实我就发现 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或是在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会从一些蛛丝马戚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会看 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刚刚听得出来 天艳蛮在乎 男生可能在某些动作上 譬如说你该承担的 不管是金钱 或是这个规划上 你比较在意这个 好 斯丁我想问你 那你自己比较受不了 女生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到 付钱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自己的想法是 当男生的一定会 帮女生付钱 我觉得是很合理跟正常 但我会觉得 就是可能吃完饭的时候 女生要 可能要表示一下 装一下 对 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餐是多少钱 然后我们要不要平分 还是什么样的 我会觉得比较 比较好 特别是一般的朋友对不对 对 一般朋友 那如果在一起 当然就是 AA制勾大学很合理 对 我会觉得就是 必须表示一下 必须表示一下 那我自己就是 一定会全夫付的那种 因为我自认为 我自己是一个很大方的男生 OK 对 我不会让 女生出到钱 但我觉得心意 会比这个更重要 你看大家都是看那个心意 对 心意会很重要 那你没多少钱 你是觉得他不要 事为理所当然 对 不要 事为理所当然 那你一样 不要事为理所当然 对不对 都一样的感觉 那些人把我当理所当然 对 没有人喜欢自己 被当理所当然 对 那如果他有这个举动的话 其实我对他的好感度 会非常加分 对 因为我就是 也有约会过对象是 好像就是利用自己 好像很漂亮 然后就 就觉得好像 不用付钱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不太喜欢 OK 好 所以 要主动表达 这个反而会让这个好感度增加 没错 好 我想问一下我们简少年 听完他们感情经历 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两位 我觉得他们要分别 我分别先归纳一下 他们性格好了 这个亲眼就是一个 女王型的一个性格 对 也就是说他 其实表现出来的行为跟态度 很多时候他会武装自己 所以他会让自己好像 去承担了很多 不应该他承担的责任 例如说正常人可能早在 付钱的过程中翻脸 就说你怎么没付 对吧 他当下就讲 他可能就是算了 回家你看可以逛三个月 但因为他这样武装的过程中 其实其他人很难 激发别人的保护欲 所以他就遇到一些 你知道保护欲很低的 真的 这个男生 对 那Sin的问题 比较特别的就是 因为他的状态是属于那种 他是属于那种 很专注自己事情的 很专家型的人 他可能要讲明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纪律的一个男生 就是我生活是很单一的 如果你可以喜欢有规律 和单一的男生的话 那我们再往下发展 可能会好一点 除了时长 OK 好 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就是 有时候可以 在约会的时候 也不用有太多的自我设限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 可能会觉得说 我不想跟你们抢账单 或是我觉得你可能是 比较大方的 那可能下一次 再他来 我不晓得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 OS内心小圈圈 可能是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的 就我们可以多一点时间 多一点观察 这样可能会比较有 多一点的火花 像我们待会 马上进下个阶段 是你敢问我就敢答 就是要给两个人 更多的沟通时间 马上回来 我会先事前问他 能不能就是一间大床这样 会有女生直接回答 真的直接就说好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阶段 你敢问我敢答 想问对方哪些问题 就直求对决吧 好 先请女生发问 想问一下说 就假设我们今天 只是一个约会的关系好了 也没有直说要在一起这样 那刚好就是都想要出去玩 那安排一个 两天一夜的活动 你会怎么安排 我会怎么安排吗 两天一夜 那就是住一晚了 对 没有在一起住一晚 对啊 蛮大矫正的 等一下还有纯上题 我会带你去 我很喜欢的地方露营 对 因为露营是一个 非常放松的地方 那两个人相处的时间 也是很很冷的 很慢的 对 就可以看出 对方是不是 我喜欢的个性这样子 然后晚上还会带你去看星星 都会准备一点浪漫的桥段 又不是要求婚 就是有兴趣嘛 对啊 所以我才就是带你去我喜欢的地方 对 所以他其实是很浪漫的人 然后那第二题就是乘上题 那这两天一夜就是 好 假设你是录影 这不在我的剧本内 假设就是我们是去住饭店的话 饭店 那这个房间你会怎么样规划 房间要怎么规划吗 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人 对啊 就去住宿的时候 好 我会先事前问他 能不能就是一间大床这样 对 我会先就是我比较有礼貌 我会希望就是先问另一半是 就是能不能接受一起睡 还是要分开睡这样子 对 我的朋友跟我讲问我这个问题 他就说因为这个问题太难回答 如果你说一间人家说你这个渣男 然后如果你说两间那你就直男 对 就是太 怎么样都不对 真的吗 我现在时代不同了 真的吗 我就觉得不是那一定是两间 那一定是对 因为我还没猜一集 不就是原一间吗 我刚刚也没有想到他家里会说 可以问女生说是不是要 床大一点 对 金尺寸OK 不是 这个女生 我吓到 可以有女生直接回答 真的直接就说好啊 因为我问过身边 所以是不是那个 时代不一样 真的 没有 我问过身边的男生 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回答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回答真是我觉得 进壳宫退壳手 他说他会再找一对情侣去 然后两对一起玩 然后晚上一定是两间房间 那晚上的时候 就分配房间的时候就可以说 就问对方说 你会介意我们同一间吗 那如果不会介意 那我们就同一间 那是不是就两对情侣 那如果女生会介意的话 那至少对方的女伴 也可以跟这个女生一间 可是人家是情侣出来玩的 他也不想跟你男朋友一间 不想跟你可能的男朋友 候选人一间 所以他会一定会找 他的兄弟出来之为 对 真的麻烦 聪明 这个是很厉害的招 真的 我刚刚数学不太好 算不太过来 所以我就忍不住 如果他跟你说 你们就是一间 然后这个 King Size你OK吗 我会 我觉得当天看状况 我可能会先查一下房间 有没有沙发贵妃椅之类的 OK 还要看这个人的 跟他的互动 人品如何 之类的 不然偷偷旁边订一间 好 我真的不行 刚才逃到房间去 那如果这样 事先先问的话 你会怎么回答 我会说 如果今天就是我就好了 对 是我 这超难的 我没有想过 我们已经认识一阵子了 然后 一阵子 对 就是 可能互相都有一点好感 然后才会约会 然后才会规划 这两天一夜 我会说就是方便为主 因为有时候订房 其实蛮麻烦的 你又要两 什么两小床一大床 我就说你方便就好这样 就是到时候看怎么办 这就是你遇到渣男的原因 OK 对啊 他就是永远给渣男台阶 那BRA应该要怎么回答 来 介绍你回答 就是说那你要跟我在 你跟我在一起 那就是一张啊 不在一起就两张啊 对啊 没有没在一起 就分两间睡啊 然后我再两张 房间很贵 对起码要两张床啊 因为就不是男女朋友嘛 也没有确认关系嘛 对啦 对 确认关系 可是有时候 有时候也会走到那一步 才会确认你 要不要在一起啊 因为有的男生 只要女生一问说 那我们这样算在一起 他就会逃走 真的是永远给他台阶下 OK 好 Steam你可以来无发问的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啊 会有一些异性女学员 那他们就是会在 来上课的时候 可能会送我一些礼物啊 或送我一些东西 你直播组吗 不是不是 健身教练 现在健身教练 长得帅的健身教练 要送礼物给教练喔 没有就是一个 就是给老师的一个 素修 对 想到帅才有啦 帅哥的素修 心意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会不会很在乎 或是你会有什么举动这样子 我不会 我觉得我会听你很开心 就是有人喜欢你 是件很好的事情 对那他假设是送假设啦 是送 如果是送很贴心 如果是送送饮料啊 什么吃的 我觉得都还好 那假设他送了什么 很贴身贴的东西 譬如说皮甲 可能是你会戴在身上之类 你还真的用了 那我觉得再买一个 更好的把它换掉 女王啊 女王 你有没有必要这么大气 还要把它换掉 因为我希望他每天 你不管送他 居然是你做的 你自己手做的 再便宜他都应该用你的东西才对 这超容易变成男朋友 靠你送的礼物为生 不是 你送我一个 我拿去卖掉 我假装有一个 你再买一个给我 我再卖掉 不是 因为我会觉得贴身的东西 我希望他带是我的 不是女学生的 对 但我懂他的意思 对 我懂那种心意 对 好 我们这个阶段 两个人聊得蛮多 我们先进行第一阶段 给对方打个印象分数 一到十分 后面有白板 可以打个分数 好 我数到三 秀出分数 来 一 二 三 都好高分 8.8分 为什么这个分数 因为我觉得给到9 好像就是未来就会少了探索的空间 所以就还想再多认识一点 所以直接一下就给到9 会觉得想要再多认识他一下 留点空间 你已经直接9分了 我就是很真 我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好 对 我觉得很不错 很不错 好的开始 好 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人都追求完美 因为你们都没有到10分 我们给两位加分题 千燕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帮自己加分的 因为其实我平常的兴趣是 唱歌跟跳舞 对 我之前是热舞社的 然后就是今天 因为在摄影棚表现的有限 然后就是本人身带又有点受伤 但是我已经尽可能的 挑了一首平常比较常唱的歌 虽然它有点悲情 可能也不太适合在今天唱 但是我尽力这样 没关系 好 带来的歌是 那个梁靖茹版本的 耶 安靜的夜夜空裡 你也不必堅強再說愛我 反正我的靈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湊 慢慢的拼湊拼湊 全一個完全不屬於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堅強再說愛我 反正我的靈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湊 慢慢的拼湊 全一個完全不屬於真正的我 謝謝 滿好聽的 謝謝 我覺得唱歌那個應該是 男生要付錢 連你的分析付 我不 而且他聽來說有一點點這個聲音 甚至有點受損是不是 聽不出來很好聽 因為記者 主播跟主持人都是 聲音會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其實講話很用力 OK 所以他今天是很用力 很真心在跟你溝通 真的 謝謝 有沒有加分 加分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OK 加幾分 加幾分 不能再加啦 這加一分就十分 總之就是有加分 好 那Steam 你有沒有要幫自己加分的 就是我平常就鍛鍊身體 對 就是可以把它扛起來 把它扛起來 對 舉高高那種 舉高高那種 你喜歡被舉高高嗎 喜歡 這個問題是什麼問題 很常見的舉高高場景嗎 就是很土象星座 就是你要跟我一起睡頭 你這樣闖嗎 你喜歡被舉高高嗎 然後都滿配合的 都OK這樣 骨子不斷給渣男抬接下一個 沒有 我覺得舉高 有點危險 不然就是我可能 掛在我的手臂上面好不好 掛在手臂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這個姿勢我是會漂亮的嗎 不會漂亮那會開心 好 我也為了你可以 你今天很漂亮OK啦 對 好 那 我需要做什麼 等一下你就是 雙手這樣 食指交扣 然後環繞在我的二頭肌上面 對 你先摸一下 沒有啦 不是 好 然後呢 然後你的腳呢就 懸空嗎 我要蹲下來懸空這樣 好 開始囉 好 一二三 很Man耶 在喘有沒有在喘 Uncle 沒有 還有 那你就是 跪在我的這個 確定 這個手肘上面 然後幫你保持這樣 跪在手肘上 好 那你手 放哪裡 等一下喔 好 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收到 這麼多禮物了 真的 1 2 3 上課都在練習這些嗎 那我們先走了 很厲害 你不要走去哪裡 上次我體驗這個場景 這五歲 太厲害了 還好 你平常也有在練耶 因為剛剛那個 你們兩個感覺是一個團隊的耶 今天服裝也很搭配 你也沒有尖叫耶 因為 對 還好 女王不可以做的 實在 內心已經在尖叫了 對 等一下今天這個表現 她的Man度有沒有加分 超Man Man到爆 Man到爆喔 對 因為其實我是個很 就是譬如我生病人家說 要不要送飯給你 我就會說沒關係 我自己叫餐 她熱湯就 7 11熱湯就這麼開心了 是 我就不會講 我就直接去了 對 就是這樣 我喜歡這個霸道型的 對 好 現在感覺氣氛很好 我們待會兒要來 畫出你的愛情觀 馬上回來 我覺得這要做一些取捨 一般來說笑臉的話 就不要有眉峰 就你又希望你的愛情中 是要一直成長的 成長 畢竟拜託一直苦痛 壓力 可是你又希望都是開心的 好 我們今天要問一下 簡少年用什麼方式 來測驗他們的愛情觀 好 就是 這是一個日本的面向的技術 然後我們把它改良了 然後變成說 大家結合一點那種 心理學的感覺 可以來畫出來你內心的 不為人家的想法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請你們 在白板上畫一張臉 這張臉要有這個耳朵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就是五官都要有這樣 頭髮不用 頭髮不用 五官 對 這是字畫像 還是可以隨便畫 沒有 就畫 你直覺你的愛情觀是什麼 你就把它畫出來 愛情觀 它是一種 就是你潛意識的一個反射 然後我們會根據這個面向學 知識來解構它 好 所以你可以直接大方的畫 用直覺畫 因為反正你畫的跟到我講的 一定不是同一個東西 很簡單可以嗎 很簡單就可以 很簡單就可以了 又少了什麼五官嗎 要不要 好 好 挺可愛的 對 你不要再畫漫畫了 他很認真 他有一點藕包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畫畫 你不要把它夾畫出來 你不要把頭圈起來 頭的部分嗎 對 頭要牽起來 頭要牽起來 對 就要有額頭這樣 要額頭 對 要頭髮 好 好 師弟 你還在想 你這個畫的是 因為你畫男生 那他在畫女生嗎 他說要先收起來 不要讓他看 那個睫毛眼線不用 很醜 太醜了 不會 我的比你醜 我真的 他在畫什麼 他就這樣畫 他就是一個符號 真的 OK 好可愛 這個很可愛 對 真的滿可愛的 就考驗景少年 怎麼解析了 我們先從 這個女生第一 我們先從千燕的開始 好 首先我們現在看 前面這個圖很有趣 他這個圖我們一般面向 會先看耳朵 首先看耳朵是有耳垂的 對吧 然後有耳垂代表什麼 比較有福氣一點 所以他希望他在這個 感情裡面是比較有福氣的 他是不用做太多事情的 可是很有趣 他的這個耳朵 右邊的耳朵比左邊的高 男生的面向裡面 右邊的耳朵代表的是媽媽 也代表女生的權利 所以他希望在感情裡面 他是屬於 比較厲害的那一個 甚至是比較有權力的那一個 他是個聰明 他可以決定很多事的那個 所以代表他並不是很 那麼... 另外一個人是不是那麼聰明 他覺得他是聰明的 比較重要 但是他希望他的愛情 是很有志氣的 因為他的眉毛有眉峰 有沒有看到這個眉峰很高 這個男生是一個眉峰的 眉峰代表的是志氣 所以他希望他在愛情裡面 他們是一起成長的 他希望他們都有 一起努力的方向 一起往上長 然後這個眼睛是彎的有沒有 是一個笑的眼睛 但他不是一個平的眼睛 不是一個小眼睛 代表他很希望他的愛情裡面 大部分時候是比較浪漫 然後絕大部分是開心 這也意味著一件事 代表他害怕在愛情中的衝突 當他面臨到愛情中的衝突的時候 他可能會退卻 因為他不想要去有一個是 有衝突 有瑕疵的 所以代表他這裡面 是有一點點那種 比較完美的想法 他希望都是開心的 好 那再往下來說 嘴的話是閉著的 那嘴閉著往上彎的時候 也是一樣 就是他希望大家 因為嘴角...嘴越彎 代表這個人又有自信 所以他希望說 大家對於這個愛情中 是有信心 可是絕大部分 他都希望是開心的 代表他在愛情上 他不想要有太多的 就是一些負面的東西 那這裡面我會希望說 眉笑嘴笑 對 會有一些小建議 就第一個是說 我覺得這要做一些取捨 一般來說 笑臉的話就不要有眉峰 就你又希望你的愛情中 是要一直成長的 成長畢竟拜託是苦痛 壓力 可是你又希望都是開心的 那第二點是說 對 再來兩個人關係 可以是平衡 不一定要你要負責很多事 所以我建議你們 就是兩個耳朵要起一點 簡單來說你找到的男生 建議要跟你是比較一起 比較平的 甚至你在聊天 或交往的對象 約會的對象 都建議是這個方向 你會好一點 不然你真的會一直 給渣男台階下 狀態就是這樣 而且你害怕衝突 你就會一直讓步 一直讓步 主要是這樣 厲害 那旁邊這個羊蟲 不是 這個很可愛的臉 然後我們來看 詩妮這個面相比較特別 它的耳朵很高有沒有 這個是耳朵高於眉毛 高於眼睛的一個面相 代表說他在愛情觀裡面 他希望這愛情觀是 非常的敏捷且聰明 就是跟這個人談話是很快 反應很快 他不想要那種很慢 慢慢來 他想要快速馬上 有一點感覺的 可是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他這個臉是沒有眉毛的 他的眉毛跟眼睛是連在一起 然後眼睛比較水汪汪 所以他希望是又快又浪漫的 代表他是很相信感覺的人 他在愛情上就是他希望 這是一種感覺帶的愛情 而不是我們想過了 我們一起怎麼樣 金牛座是很愛規劃的人 可是我用感覺 可是金牛座就非常風險控管 所以這有點 所以這就是他愛情上 遇到狀況的原因 因為他有點矛盾 前面用感覺 然後進去又開始醒了 這不太對 睡不到兩年就結束了 沒錯 再來是我們來看 他的這個鼻子 你看他鼻子不像這個牽引的是 比較直的下來 他鼻子中間是有凹起來一段 代表他在愛情中他認為 他認為在愛情中 過程是有挑戰的 他覺得感覺到了之後 有挑戰他去克服他 他覺得是可以的 他並不相信愛情是 直接一路走到底的 他覺得中間已經有很多調整 有很多挑戰 這是意味著因為他這樣的認知 所以他愛情必然會有什麼 很多波折 對 因為他開始得很快 中間又有挑戰 要一起走過去 所以通常還沒有走過就崩了 所以兩年就爆炸了 就這樣 那再往下來看 他臉是比較露的有沒有 但是他下巴是尖的 下巴是尖的 下巴超尖的 一樣我們說這個臉 就叫火型臉 所以他想要的愛情 真的是快且亮麗且激烈的 這是他的愛情 可能無法長久 感覺來 因為火是容易熄滅的東西 所以兩個人後面 一開始很熱情 可是後面都要細細呵護 但只是我覺得那種 這樣的矛盾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他一樣 又有紀律又感性 大部分人就是一種類型 往下走 兩個都要有 我覺得難度很高 所以他可能在愛情上 要想辦法取捨一下 要嘛就是他就是感性到底 要嘛就是他真的要 反思他的愛情選擇的時候 太平感覺有時候很難 會紀律去往下走 主要是這樣 好就是沒有完美的對象 沒錯 就是一開始電光火石的發生 怎麼樣去細細經營他 這也是個挑戰 是感情就是不斷不斷的 這個突破每個挑戰 沒錯 好我想問一下兩位 覺得這個準不準 超準 超準 我也覺得很準 超準 因為有時候就是 會非常矛盾這樣 對於自己的感情觀 尤其是看出武裝 然後內心比較脆弱那一面 對 其實你從這個圖 對比他們的臉 如果發現落差就代表 這是內心是現在想法 這邊的矛盾 你看史丁的落差就很大 臉是比較粗獷 但是圖是圓圓的 對 OK 好 所以請問每個人心中 都有一些矛盾 一路上學著怎麼跟自己和解 跟對方也有一些 互相謀合或更好的關係 好 我們待會兒要進入到的是 心願兌換卷跟最終抉擇 馬上再回來 還寫很多 你要很多 他說 你在哪裡 我還沒有找到你 有喔 有在練喔 好 我們在感情中 要常常關心對方的需求 幫助他實現願望 所以我們這個單元是 心願兌換卷 來看看今天兩個人 有什麼心願呢 好 我們先來看千燕 妳的心願是 寫一封情書給我 對 寫一封情書 因為我覺得現代大人 都會用那個手機 Line其實我覺得 某種程度上沒有什麼溫度 所以我還是雙眼座偏浪漫 愛妳 想妳 一次 十個貼頭貼完了 對 想我就直接過來找我 不要用講的 對 好 寫一封情書 我剛好今天有準備 你有準備 我們最喜歡聽別人唸情書 上一次寫 我的天 而且還是有品牌的 你看這個很細心 我可以現在開嗎 可以 她寫很多 還寫很多耶 她說 妳在哪裡 我還沒有找到妳 這有點 甜美的夢妳的身影已泛出 目之所及是妳 心有所思是妳 念念不忘是妳 妳若聽見 妳若看見 請飛奔而來與我相見 再把妳心裡的地址給我 我去找妳 這是哪裡抄的 很浪漫耶 第一個反應件是這個 是網路上面超大 沒有 就是有看 有解的反應就變這樣 自己在就是 對 自己在改變這樣 很浪漫 我問一下這個千 有沒有被撩到 有 但是 就是很怕老師講 如果那麼容易被撩到 會不會是渣男奶 在開玩笑 沒有 那時候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她很可愛 其實某部分 可以看到她寫的字 刺激也很 很可愛 就是看得出來她是在 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努力要把每一筆畫 很認真地寫 寫得很漂亮這樣 是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對象是誰 對 所以我寫了一個是 就是我在甜美的夢看到她 看到了她 對 那我希望她趕快出現 妳心胸可忘的 妳心胸可忘的 當然是送給妳 看到本人 想說要不要送回去 她是一個浪漫的人 這一點是加分的 很加分 OK 好 你的心願呢 我的心願就是 因為我平常每天都在訓練 所以我會希望 目犯可以幫我肩頸按摩 你的力度要 要強還是有 可能會強一點點 強一點 有需要特別加強的地方嗎 對 肩膀就好 先肩膀就好 先肩膀就好 在這兒嗎 對 你可以 你太高了 謝謝 我坐著 那外套不要脫一下 因為這樣不好施力 這樣全部脫還是 沒有啦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摸到 可以 有喔 有在練喔 這樣可以嗎 請問有哪邊要加強的嗎 沒關係 就這裡就好了 還是要脖子 脖子也可以喔 可以 手有點冰 沒關係 可以嗎 可以 這樣子力量是大的嗎 不錯耶 我看妳也滿輕鬆 平常有在練喔 瘦瘦的滿有力的 因為我有 我平常在講會幫我媽按摩 等一下她還沒說停耶 可以啦 要算一節的錢喔 謝謝 可以了 感覺怎麼樣 就 滿會按的耶 滿會按的 對 好 感覺滿好的 是有力的喔 不是那種 就是 亂按的那種 對 好 所以 你們可以互相為對方服務耶 你想要浪漫的感覺 你想要有人幫你按摩 挺好的啊 我覺得感情裡面 就是互相服務對方 對 就是完成對方的一些需求 好的 我們今天進行到 最終抉擇的階段 其實今天聊了滿多的 歌也唱了 這個 這個舞還沒跳 下次一直去跳 也進行一些肢體的互動 到底兩個願不願意 在真實世界裡面 繼續約會成為好朋友呢 我數到三 願意的話把手機拿出來 我們加QR Code IG QR Code OK 好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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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覺得今天好像順風順水 就是這個結果了 對 郎才女貓 對 怎麼這麼會想話 因為她的工作就是會講話 對 對 找她的人這個愁眉苦臉 進來就充滿了希望出去 你也算是療癒系的 這怎麼會拉 他們怎麼趴在這裡 但她是真心說的 今天兩個人 感覺互動真的很好 好 我想先問一下 今天 兩個應該一開始覺得滿特別 第一次到節目約會吧 對 第一次 今天這樣的結果感覺如何 男生先講 我覺得 其實節目非常的真實 是 對 就是這些都沒有說 對 都沒有 我們節目一路都是真實 對 都很真實 那我覺得 就是 你主角非常的漂亮 然後聲音很好聽 謝謝 然後是 有想法的 對 是有想法的 所以我很欣賞你 謝謝 謝謝 好 千燕覺得呢 就是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節目很好 還有另外的地方是 在問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在反思自己 到底要的是什麼 是 對 譬如說你過去的經驗 然後你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其實 就我真的也很感謝 因為真的想很久 那當然就是 最刺激的就是 今天才碰到 而且相處的時間很短 可是卻要 知道很考驗兩個人的默契 所以我覺得 貴節目的膽子也滿大的 對 所以 今天整個互動下來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很自然 然後很多 價值觀也是 就是目前是滿合格這樣 OK 好 恭喜兩位 那希望在真實世界裡面 可以更進一步多多的交流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常會覺得說 去哪裡認識朋友 我的幸福在哪裡 有時候就是你自己 要先勇敢的踏出 這第一步 有沒有 現在勇敢的 就開始上網 開始準備報名 所以我們這邊的QR Code 我們節目就是 真心 真實 然後希望大家來到這裡 你就會有機會 真的很開心 為自己的幸福 出一份力量吧 勇敢一點吧 趕快來報名喔 拜拜